云阳大鸡是湖北省优良家禽品种之一 是肉蛋兼用型的品种 早在1985年就被录入了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制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云阳大鸡饲养技术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农广天地我是曾璐 湖北省实验室古城云阳那里自古就风景秀丽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传说在古时候武当山上的道士们每天清晨都会在山上练功 在那个没有钟表报时的年代 他们便会在山上养一些丝尘鸡 每天靠公鸡打鸣来判断时辰文鸡起舞 后来上山近乡的乡客把道士们养的鸡带到山下 与当地的小型鸡杂交 经长期风土驯化和群众选育 逐渐形成了云阳大鸡这个品种 传说的真假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当地人养云阳大鸡的历史悠久 却是事实 今天我们就要到云阳去认识一下那里的云阳大鸡 云阳大鸡羽毛疏松 体型丰满 古母鸡机关有玫瑰关和单关两种 公鸡羽毛都为褐红色和金黄色 围语不发达 向下垂尾 行似鸵鸟 母鸡羽毛主要以黄麻色为主 云阳大鸡皮肤有青色和黄色两种 公母鸡的角却都是青色 云阳大鸡主要分布于湖北省实验室的竹山县 房县 云县 以及神农甲林区等地 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山林面积大 自然资源丰富 年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 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利用林地养鸡的条件十分便利 所以当地人大多利用林地养一些云阳大鸡 为了更好地保护云阳大鸡这个品种资源 当地政府专门在市郊建了一个云阳大鸡包装厂 为了近距离的探访云阳大鸡 我们决定去那里看一看 环顾这个包装厂四周 一山傍水 水质良好 而且距离主公路和居民区较远 周围也没有工况企业 还真是个养鸡的好地方 车辆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 才被允许进入总机场 这个人是老史 是这个包装厂的负责人 他和与我们一同前来的序幕部门的曹中心老师是老朋友了 在一起时 说的最多的也大多和养鸡有关 曹老师每次来 老史都要拉着他到处转转 介绍一些尝力的新进展 这不 老史把曹老师拉到了一个机舍前 给曹老师介绍起他们最近正在忙活的事 曹总 你看 我这个屋顶和这个枪面 都是刷了外枪图料 为它降低这个极色的温度 你看 这边 但是现在那个没刷那个呢 要比这个 要比刷过这个要高个三到五度 你看 你看 你看我这个温度和这个温度 每年 为了给养殖户提供受市场欢迎的鸡苗 老师他们从挑选种鸡开始就要严格把关 那么 能被选做种鸡的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选一母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持股比较宽的 它至少要放进去三只 这种母鸡才属于高产鸡 如果低于这个的话 可能它的生产性能就比较差 种公鸡则要求发育良好 体质强壮 符合品种特征的才能选择种用 另外 选择种鸡时 体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一般在二十周龄被选择种鸡的云阳大鸡 公鸡体重要在三千克以上 母鸡体重在两千克以上 这些被选做种鸡的云阳大鸡 肩负着繁殖后代的重任 所以在饲养管理时 老使它们格外精心 在包装厂里 种鸡是分龙饲养的 公鸡因为好斗铸单间 母鸡两到三只铸一间 公母比例在一比二十左右 老实说 这些筑进种鸡设的云阳大鸡 从二十周龄开始就要人工补光了 不过在补光时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光照时间和强度 一旦增加就不能减少 否则会造成产单率下降 一般到二十三周龄 种母鸡开产时 每天自然光加人工补光的时间 要保证在16小时 人工补光的光照强度 要维持在30勒克斯左右 通过补光 可以提高种母鸡的产弹率 和种公鸡的产精量 老使它们四位种鸡的饲料 都是在市场上购买的 各阶段种鸡专用全家饲料 一般早六点和下午四点 各为一次 每只种公鸡日四位量为100克左右 种母鸡从二十周龄开始 四位产单前期料 饲料中粗蛋白含量为17% 代谢能2750千卡 钙含量在3% 为产单前期做好营养储备 不过为了保证种母鸡体重 在产单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影响产单 日四位量基本保持在85克左右 那么如何保证种母鸡产单期的营养需求呢 老实说 这就要靠更换不同阶段的饲料来实现了 云阳大鸡种鸡的产单期通常持续40周左右 也就是从23周龄开产到62周龄左右 就要根据市场行情淘汰了 23周龄到30周龄这段时间是产单前期 在6到7周的时间内 产单率迅速提升 这阶段应继续四位产单前期料 保证种母鸡平稳过渡到产单高峰 云阳大鸡一般从30周龄进入产单高峰 持续8到10周的时间 随着产单的增多 种母鸡体内钙的消耗也增多 为了保证产单高峰阶段产出优质的种蛋 要把饲料换成产单高峰料 相比于产单前期料 饲料中钙的含量上升到4% 粗蛋白含量提高到18% 其他成分含量基本不变 从40周左右开始进入产单后期后 产单逐渐减少 为了避免种母鸡过肥影响产单 要把产单高峰料换成产单后期料 相比于产单高峰料 粗蛋白要降低到16% 但饲料中钙含量却要提高到4.2% 避免后期产出软壳蛋 老实说 在整个产单期饲料时 除了饲料营养成分变化 在饲料量和饲料时间上 都和开产前种母鸡的饲料相同 另外 在种鸡设备内还要配备自动饮水设备 保证鸡有充足的饮用水 种鸡进入产单期后 对设内温度的变化变得更加敏感 一旦温度变化很多 会影响到产单率 所以控制好种鸡设内的温度就很重要 一般云阳大鸡种鸡 合适的产单温度在14到20摄氏度之间 鸡设内还要及时进行通风换气 在提供新鲜氧气的同时 排出射内空气中的水分 使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到55%之间 另外 即使把鸡粪清理出去 也很重要 我们这个鸡粪的处理 是每天把它从鸡舌里边刮出去 然后有人专门给它拿到这个鸡粪仓 鸡粪仓以后呢 今天堆积发酵 然后的话呢 这个我们的局员啊 柴弄啊 都把它拿走 换天了 为了探寻云阳大鸡的生长环境 我们设置组一行又来到了位于实验市西南 距实验城区158公里的竹山县 县域内林地资源丰富 十分适合发展林地养鸡 为了大力发展养殖云阳大鸡 帮助老百姓致富 当地政府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有了这么多的汇农政策 养鸡的农户比以前更多了 当地养殖户自发组织的养鸡专业合作社 也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浴厨厂 就是养鸡合作社 专门用来为社员保温浴厨的 因为我们这个林氧打击嘛 是一个土鸡 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种 主要就是一物鸡的一个鸡养 比较困难 我们集中管理 集中透温 集中管理就是我们一个技术 能够保证它的一个 接待了一个控制温度啊 比如说温度啊 湿度啊 一个成活 控制它一个成活率 集中在一起进行浴厨 为的就是获得更高的成活率 所以在浴厨设施上 就比农户自己浴厨时 建设的更为科学合理 这个浴厨室为砖木结构 高3.5米 地面和墙面为水泥光面 窗户密封岩石 除了加热用的暖炉外 还有换气扇 可以通风换气 有了好的浴厨设施 也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饲养管理 在每一批鸡苗入社前 这里的饲养员都会提前两周 把浴厨室清扫干净 再用消毒药物喷洒两次以上 小鸡吃喝用的饮水器 料桶也要清洗消毒后才能用 在除击炉舌前还要对室内预热升温 一般要升到34到36摄氏度才可以 在用升温炉升温时 饲养员一般都会在炉子上放个不盖盖的水壶 蒸发出来的水蒸汽用来增加预厨室的温度 不过除击对湿度的要求可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相对湿度控制在60%到70%最合适 如何降低湿度 除了通风 地上铺的电料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电料一般为骨壳或者干净的锯末 透气吸水防潮效果好 电料铺的厚度一般在两厘米左右 除其进入浴厨舍以后就要尽早开饮 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 有利于减少除击的应激反应 在大多数除击学会饮水后半小时内 就要及时给料开始 四位除击专用全价资料 不过在第一次给料的时候 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不能喂的过多 因为除击从出壳到进入浴厨舍 已经空腹一段时间了 而且除击的胃不但小 消化功能还差 冷不丁的吃的太多 记忆造成消化不良 出现垃圾的现象 除击在熟悉了环境以后 活泼好动的除击活动时 会把电料弄到饮水器和料桶里 污染水和饲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饲养员就想了一个土办法 入社三天以后 把饮水器和料桶放到砖头上 砖头高六厘米左右 有了砖头这个高度 除击吃喝时 就不会将电料带进饮水器和料桶中 污染水和饲料来 在日常四位除击时 一般七日零以前 每天四位五到六次 每次喂料量 以十五到二十分钟吃完就可以 七天后 按照除击采食习惯 可以让除击自由采食 不过料桶中的饲料 还是要少装擒天 做到当天饲料 当天吃完 在除击七日零以后 室内温度开始逐渐下调 一般温度每周下调 二到三摄氏度 直到二十二至二十四摄氏度 左右为止 这个温度要保持到 三十五日零以后 脱温放氧 相对湿度 则逐渐降至百分之五十 到百分之六十 并始终保持 初期胆小 遇到生想就会扎堆 容易发生鸭子的情况 所以在预除时 除了尽量保持安静的预除环境外 饲养密度也不能够太大 据小饭讲 如果密度过大 还会使预除室内的空气变得污浊 厨鸡也会互相抢水抢料 相对弱小的厨鸡 吃不到多少饲料 最终会造成生长发育不一致 经过三十五天的预除饲养阶段之后 这些云阳大鸡就会结束 预除鸡生活 被送到合作社的社员那里 开始林地放养了 林地放养的时候 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林地里生活 饿了就满地找虫子和青草来吃 所以林地里虫草资源的多少 生态环境的好坏 也就成了能否养好放养鸡的一个关键 为了科学发展林地养鸡 合理利用林地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人们在林地放养时 也是有一个标准的 我们也指定了山上放养鸡 采养标准 要求每一户 每一村鸡不能超过250只 每一抹不能超过25只 对市林和草长草丸 非常丰富的地方 我们要求每一村鸡 达到300只 这个每一抹放养 不超过30只 这样的以保证 以吃草吃橙为补 以这个软粮为福利 释养模式 不过这补饲量可以减少 补饲精料的质量可不能降低 这可是关系放养鸡能否发育良好的大事 养殖户选用了饲料 一般都是玉米 豆粕 麦夫等 还在饲料中加入了适量的青菜 青菜含粗纤维较多 而且鲜嫩多汁 适口性好 但是青菜也不能放得太多 即吃太多青菜 会消化不良 这一时期的精资料 参考配方为 玉米61% 豆粕12% 麦夫17% 青菜5% 玉混料4.8% 食盐0.2% 这饲料都办好了 可这鸡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怎么把它们叫回来呢 别急 养殖户自有办法 通过边喂食 边呼唤等强化训练的方式 即形成条件反射后 一听到主人呼唤 就知道 又到开饭时间了 一般每天早上七点和晚上五点 各思维一次 每天每只鸡 补四一百克左右 养殖户说 他们这样训练机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在暴雨大风等 恶劣天气到来之前 能够召唤鸡 及时回棚 减少损失 当地农户 林地放养 云阳大鸡时 一般都实行轮木 虽说是林地放养 但都会根据自己的条件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建造简易的鸡舍 为这些鸡 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 现在看到的这个鸡舍 是砖木结构的 听老乡说 当地有个叫王仁生的人 他养鸡用的是移动鸡舍 这移动鸡舍 到底是个什么样呢 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 设置组一行 来到了处于大山深处的 竹山县秦谷镇 独山村 这里只被茂密 流水潺潺 如果不是听到鸡叫 根本不知道 这里有人养鸡 王仁生的鸡 就养在这片大山里 老王说 他之所以把鸡养在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养出品质好的云阳大鸡 一只好鸡 生物安全环境要非常好 生物安全环境主要指什么呢 就是说是空气要洁净 第二是水质 最低要符合国家二类水质标准 第三个要植被好 第四个要环境相对优弊 也就是说是软利城镇 人口密集群 这样它就没有外来污染 听老王说了这么多 可是这移动机设在哪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 那个移动生态机设 这些机自打上山以后 晚上就住在老王为他们专门建造的移动机设里 可是这机设就固定在这儿 也没动啊 怎么就叫移动机设了呢 我们这个移动机设当时设计的目的是 第一个是可以拆卸 第二个是能够重复使用 这样的话 就是环境场所是可以在空间上腾挪的地方 原来老王设计的这个移动机设是可以拆卸的 只是现在没到拆装的时候 那好好的移动机设为什么要挪地方呢 我们一只鸡只在一个地方养殖一次 那么下一年一定是在一个新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的地方 重新养 才能保证鸡在吃原粮喂养之后 能够有其他的动物资料 新资料 为了保护鸡生存的自然环境 老王自打养羽羊大鸡的那天起 就实行了轮木放养的模式 轮木养殖的一匹鸡养殖完成后 就要换到下一个地方 方便拆装的移动机设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帐篷吗 这帐篷当然能移动了 也没啥特别的地方 可您别看这机设看起来简单 其实还真不简单呢 就拿这漏缝地板来说 光是地板的原材料 老王就反复实验了多次 考虑了主板 它这个耐腐蚀 然后呢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主板和钢架配合 它那个尺寸结构非常稳定 便能够保证在十年之内 五次循环使用 地板每个竹牌的面积为一平方米 竹条的间距为两厘米 这样可以保证鸡在室内活动时 鸡腿不会被卡住 鸡份还能够漏下去 而且养过鸡的都知道 放养鸡最怕的一种病就是 球虫病 而这种病大多是由 带有病菌的鸡份传播的 老王很重视这个问题 在设计移动鸡设时 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我们设计这种架空地板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使那个鸡的养殖环境 一定要达到就是鸡不能食鸡份 这样的是特别是在成鸡的养殖过程中 它会如果鸡食了鸡份的话 它会产生球虫 这个鸡本身是不健康的 那么我们就从那个蓝色的结构上 首先把鸡架空在 这个鸡份 鸡不能食到 架空的竹排距离地面的高度是20厘米 每三个月清理一次 保证鸡份不会累积超过竹排 鸡就不能吃到鸡份 也就减少了球虫病传播的途径 当地农户养鸡都是把公母鸡混在一起放养 在公鸡五个月左右大时 就可以根据市场行情 陆续选择一些出栏上市了 可这云阳大鸡虽然是肉蛋兼用型的 产蛋性能却也不差 当地养殖户为了获得更好的收益 都会把母鸡留下来产些蛋再出售 临地放养条件下 云阳大鸡母鸡在六个月以后就要开始产蛋 一般三百多天的时间可产蛋一百到一百四十枚 三百天以后产蛋率开始下降 这时养殖户就会根据市场行情上市销售 听老王说 他的鸡已经下蛋了 可是在这移动鸡这里也没看到几个产蛋窝啊 这鸡都把蛋下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老王在移动鸡舍内也准备了产蛋窝 可是有些鸡还是喜欢在野外做窝产蛋 对于这些在野外做窝产蛋的鸡 老王不但不干涉 还尽量保护这些野外产蛋窝的周边环境 最大限度的还原给鸡一个自然的生活空间 经过长达十六个月临地放养的云阳大鸡母鸡 肉质更加鲜美又嚼劲 老王也利用时下流行的电商网店 把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让云阳大鸡优质的肉蛋食材 能够出现在更多人的餐桌上 品种好 环境好 饲养周期长 饲养模式既生态又科学 这样饲养出来的云阳大鸡自然广受欢迎 现如今 云阳大鸡已经是当地老百姓 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材 经常拿它来做汤炖菜 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们也相信 云阳大鸡在当地政府和养殖户的科学饲养下 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好了 今天我们往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